戏剧类节目剪辑奖 如为的友 林滋贤 有生之年 联力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陈俊宏 何百睿的地狱独白 彼此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之佳 胡锦华 丹义无影亚亚梦 魔镜硬化有限公司 杨世辰 赵家天阳烟 冲戈本语堂 赵家天西堂 苏佩仪 八尺门的辩护人 靖文学股份有限公司 金钟戏剧类节目剪辑奖 得奖的是杨世辰 客家电影院唱歌给你听 恭喜 本剧剪辑手法简约而细致 在过去与现在两段时间线中 各自明确其调性与风格 却又能彼此融合且互相辉映 营造出温馨与怀旧的氛围 深情地留下角色之间的互动与默契 《添野词》 喂喂 我看一下小超 呃 其实我没有意料到会得奖 但既然都上台了 首先我要谢谢评审的肯定 那再來要感謝阿冰導演 然後還有南紅哥給我這個機會 那再來還有阿如導演跟小東老師 在剪接上給我的回饋 那當然也要感謝客家電視台 感謝魔幻時刻 感謝攝影師馬華 感謝配樂聲響 感謝製片小江枯米 調光江偉特效連結 然後還有唱歌給你聽 全體的劇組工作人員 當然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演員 夏哥 我現在看不太清楚在哪裡 夏哥 彩儀姐 張寧 莊月 沒有他們的精彩演出 這部片不可能這麼動人 另外我也想要 一併謝謝我有參與的劇組 包括女孩上場 明日之子 還有華麗計程車行 在這一年受到你們不少的照顧 非常感謝 剪接要跟著故事一同感受 各種喜怒哀樂 但我們又要適時地學會抽離 然後又要記得早睡 又要記得吃葉黃素 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 那在這一路上 我想要特別謝謝支持我的家人 謝謝我的工作夥伴柯瀚 還有一直以來照顧我的好朋友們 謝謝評審 謝謝金鐘獎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恭喜得獎者 也謝謝頒獎人 謝謝金鐘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